台灣有個女孩在討論區發文表示 與同居的男友已經交換了三年 而日前家裡有一箱大包裹 她打開後發現在調理養生機 她問男友為什麼買這部電器 男友說打算送給媽媽 但她知道男友的媽媽根本不會下廚 而且這並非她平常的舉動 女孩暗中生意下 在男友洗澡時偷看她手機 果然找到她不忠的證據 她在通訊應用程式揭發了男友 男友與一個叫Angela的女孩有來往 而且是一個三、四十歲的老女人 在樓主翻拍的對話相片看到 男友與Angela對話時語氣很親戚 男友還送了一部MacBook Air給對方 樓主還看到女人發了同款調理養生機的 購買連結給男友 而男友就很爽快地說她會落單 發現了男友包養一個三至四十歲的女人之後 樓主崩潰地說我輸在哪裡 而樓主之後亦表示已經與男友分了手 賀 人生先經過 她不少一世 美人輸在一起 背負還有嬌衛生地